無戰爭影響 台股在線恐慌性賣壓 八號開低走低 盤中一度大跌超過四百點 中場收債一萬六千八百 二十五點二五點 電子金融傳產全都一片綠油油 三大法人合計賣超五百三十六點 一四億元 其中外資最近五天 導貨一千九百八十二億元 投信仍力挺台股連續二十五賣 土洋對坐湖國神山台積電首張其衝 看看台積電股價跟一月盤中 六百八十八元高點相比 八號收債五百六十三元 跌了超過百分之十八 國際資金狂丟台積電持股 就連二零二零年 逆時加碼台積電的挪威主權基金 也加入調節的行列 但本土投顧還是充滿信心 既然跌這麼深了 那規律率也夠大了 再加上融資有效的減肥的話 我相信在很快的時間 其實隨時都有反彈的這個機會 外資減碼不是來自基本面 而是跟外部風險有關 尤其台積電先進製程 依然領先全球 只要戰爭結束就可能回升 不過這兩天台股重挫 九百一十一點 市值蒸發二點八二兆元 繼財政部長之後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出面 信心喊話 強調國內經濟實體面很穩健 對於外資賣超 國安基金會密切關注 如果有必要 將隨時召開臨時會 並進場互盤 戰爭許之雄方向開臨